主持人生快樂!大家好,我是主妮,想要追劇,聊劇,懂劇,三個願望,一次達成8個訂閱的頻道,我會用劇名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一位胡轉本週播出的大結局,不知道大家對的結局還喜歡嗎? 基本上沒有離我的預期太遠,說不上超級喜歡,但可以看得出來最後兩集有很努力的在收寫了 把整個故事想訴求的主題也都一一強調,《九尾胡傳》是一個奠基在奇幻的民俗傳說當中,寫了一個史詩般浪漫的愛情故事 整個結局看完,我反而覺得離浪好像跟像是《九尾胡傳》的主角 那今天的影片,我們以情節來聊聊從支線到主線每個故事線所代表的意義吧 第一個想先聊的是,多以不合學意望 他們相識時非常激情,依照學意望的說詞來看 他們的愛情起初很美好,進入了婚姻並生下了夫妻 夫妻因為妻子的去世而消沉不已,最終選擇了結生命,結束自己的痛苦 但也造就了三土川夫婦的婚姻危機 在媳婦被異鬼附身後,多姨婆也只能選擇消滅她 面對夫妻的離開,夫妻兩人無法面對面的緬懷兒子 再度面臨李彥和智雅時,對於多姨婆究竟該成為三土川的管理者還是妻子朋友 做了一個很長時間的拉鋸 身份的認同其實在這部劇中一直有蠻大的篇幅 在生活當中我們可能是她的妻子、女友,同時也可能是女兒或手足 正常來說,我們越重視哪一個身份,那就會花越多時間在那個身份有關聯的人身上 但很有趣的是,大部分的人會把時間花在工作,選擇資源的身份 雖然這也有很多現實上的考量,但其實也很可惜 明明最重視的是家人和另一半,卻只能花生活中最少的部分來陪伴她們 奪姨婆從自己是管理者的身份,轉換成玄英翁所說的母親朋友 是因為她決定自己要放手一婆去留住自己珍惜的東西 雖然在奪姨婆這個角色上很難讓觀眾立刻馬上喚起共鳴 但在這樣16集走下來可以看出奪姨婆身上 編劇希望讓觀眾知道的是適時的選擇自己的身份 並且真實自己所重視的關係 奪姨婆的轉變也讓她和懸疑翁的關係變好 當然這之中也有懸疑翁自己有在調整的部分 我覺得兩個人的相處知道就是這樣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在奪姨婆的堅持上 比較少看到她為什麼這麼堅持的原則 雖然是會受到懲罰什麼的 但會守規矩的人還是有自己的動機居多 所以在奪姨婆的頑固上很容易讓觀眾產生逆感 感覺這個情節的深度可以再深一點 第二個想聊的是誘力和深住 我自己喜歡這一對勝過主角CP 主要是因為兩人的感情循序漸進 雖然車速有點快 但可以看出深住為什麼那麼喜歡有力 就他們對我來說反而是我在看《九尾狐傳》的一個其中的動力 編劇在這兩人的設計上有點相似 卻又非常的互補 演員本身的CP感很足 選擇的角色也很符合他們的氣質 讓我在課CP的部分上也蠻快樂的 兩人間曾經因為誘力想要保護深住 而親看了志雅父母的生命而吵架 但他們之間很快就翻過這一章了 因為深住很明白誘力是在保護自己 雖然至於深住來說她的當務之急是保護志雅的父母 所以難免會對誘力神奇 但把自己換成第三者來看這個局勢 很快就會明白誘力只是把她的生命擺在其他人面前 深住後來和誘力結婚兩人組成了拼裝家庭 接納了修悟和里拉 彼此之間都沒有任何血緣卻成為了家人 四個人都擁有破碎的過去 卻又因為彼此的出現而填服了某些缺憾 雖然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反而是我自己蠻喜歡的一個平凡的情節 很有真實感也很貼近生活 講出了即便彼此只是毫無血緣的人 也能因為相愛和珍惜成為一起生活的家人 雖然最後結局有出現里郎小時候模樣的男孩 但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這段拼裝家庭 比那個小男孩更有溫馨感 甚至細心的覺得這個拼裝家庭的情節可以再多一點 第三個就要來聊的是主角CP啦 李彼是一個渴望成為煩人的九尾狐 但與其說成為 不如說她希望可以得到生活中平凡的幸福 好不容易千年之後成為了三神 有個年八達老弟 卻在雅音死去之後沒有靈魂的活著 並且為奪一婆做事 一輩子都是飄飄蕩蕩的活著 回家也只是個空蕩蕩的大宅 沒有等待她開動的飯箱 更沒有等她回家的家人 雖然有部分也要歸功於她自己懶得和自己的弟弟修補關係啦 在雅音因為蟒蛇而死後 她的最大心願就是讓芝雅能夠享受平凡的人生 因為她知道那是無論自己有多麼強大的能力 都未必能夠給芝雅的蟹補 所以她選擇犧牲自己去換一個芝雅的平凡生活 編劇用一個渴望頻繁幸福的Joel湖 寫一個人們應該要對生活中的小事感到珍惜和慶幸 因為我們所度過的歲月獨一無二 彩米油煙的生活才會有人情味 沒有家人與感情的日子只是一片空虛 其實從蠻多情節上來看 算編劇創造了奇幻的空間 卻也試圖寫一封情書給觀眾 讓觀眾可以在奇幻的情節裡面感受那個魔力 卻也能夠從這樣的虛構故事中去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事物 結局時量了以凡的生活畫下的句點 不知道最後還有個反轉,我們最後聊 接下來想和大家聊的是反派的角色刻畫 反派們在自己的故事裡面都是主角 他們有自己的動機與慾望 無論是仆倫還是痴隆 編劇都為他們寫了一個悲慘的過句 我們的主角各個也都有自己淒涼又痛苦的過句 但卻和他們走上截然不同的路途 仆倫為了讓自己活下來犧牲了家人的生命 雖然在他的心裡確實還是有對家人的聯繫和疼愛 但都比不上他自己重要 所以他為了活命都為赤蓉做盡了壞事 最後落得一個淒涼死卻下場 編劇把他的生命歷程拉得很長 但也刻意的去刻畫他那個只為了自己活命的人生 有多麼的空虛和無用 在這個角色上面甚至連中心的特質都沒有 他的人生變得很淺薄的痛苦 就像最後李泰利和李燕爭論的 究竟是因為有想守護的人而變弱 還是因為有想守護的人而變強呢? 結論顯而易見 再到泰利蛇 其實和蒲倫沒有太大的差別 渴望權力地位無法相信與珍惜他人 就連跟隨他已久的蒲倫都沒有得到他的忠心 蟒蛇大那是一個集中人性黑暗的存在 充滿慾望因為他人幸福的模樣而感到忌妒 主角們因為生活所事而感到滿足 但蠻蛇即便擁有的再多都不會有滿足的一天 因為他並不懂得愛人也沒有想守護的東西 雖然感到飢渴卻也填不住那慾望的黑洞 不懂得珍惜也只會傷害他人 將身邊的人推開 編劇運用正派和反派的角色 用情節把平凡和珍惜的主題都凸顯了出來 最後就要來聊一下大家應該都很好奇的結局翻轉了 在結局的時候李彥拿起了紅傘出門去找山災 瞬間雨傘就變成了鋒利的劍 那狐狸的眼睛又再度出現 在這裡認真探究劇情的話當然有很多種可能 一種就是他死而不生 雖然擁有凡人的身體但依然擁有超能力 另一種是他始終就是久而活 只是想過著平凡的生活 因此隱藏了自己仍然是妖狐的事實 對所有人說著自己是人類 感覺就像是訴說著他對平凡生活的渴望 以劇情來說我覺得後者的合理性高一點 但舞蹈輪轉大王讓他附身而不是轉身這點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雖然這樣寫才能寫一個happy ending 我覺得這個翻轉很像在說 李彥不是久而活的話就不是李彥 李彥是去狐妖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被剝奪部分的自我 雖然這樣有點操意 畢竟整體來看 比較像是為了做反轉和第二季做準備 就像德魯娜酒店一樣 但其實在我自己所學的編劇手法上面 在寫結尾的時候 都會傾向於寫一個永不完結的故事 永不完結的故事 不是說一個故事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而是更像是在說觀眾在第一次看 第二次看都有不同感覺的意思 如果李彥真的成為的人類 那關於奇幻的久而活轉這個故事的結局就會變得封閉 這個故事也就真的結束了 他沒有辦法繼續在觀眾的心裡延續 但當他還是李彥還是那一隻千年妖狐的話 他現在所擁有的生活只是來到了一個平衡點 暫時的平靜而已 但未來依舊充滿了危機和困境 這反而讓這個故事變得比較真實 很像在說鬼話對不對 別的劇雖然在寫一個奇幻的劇 但卻一直努力的想把凡人的幸福 是很值得人們珍惜的概念給傳達出來 他在試圖寫一個有點真實 卻有想像空間的故事 所以結尾也不會是一個童話般的幸福快樂的日子 因為真正的人生是充滿危機和挫折的 你不會因為克服了一個障礙 往後的人生就一路順遂 也不會因為換了一個身份 變成童話故事中的主人翁 拜託就連那些流傳到民間的奇幻人物們 其實內心也都充滿了傷痕 幸福是稍重幾世的 但幸好那並不是一種假象 只是你必須要珍惜它而已 我覺得這部劇在主角的感情線鋪陳上面 一直都給我有種…少了…什麼東西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CP感還是情感的層次呢 讓我在看主角感情線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什麼共鳴 結局也…也…也…也就在 李朗河深柱上面很感動 也覺得智雅的人設上面起初很聰明 但後期這種聰明好像沒什麼地方展現 整個人物魅力被李朗河右利深柱給搶走了 我甚至覺得…呃…他身邊那個編劇的角色也很吸引我 但是智雅後期可能是因為被擺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沒什麼施展空間 感受到滿滿的無力感 沒有什麼機會讓他展現的感覺 但我滿喜歡 嗯…九位胡鑽這種可以一直看到不同奇幻人物的架構 嗯…另外補一個小知識吧 最後出現的山齋 他臉上所帶的那個面具 他的韓文是塔 因為塔這個字呢 其實同時具有假面和災難的兩面意義 所以呢才會安排山齋帶著這個面具喔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嗯… 好啦可以跟我分享你們看完大結局的感想啦 另外想和大家說我的官方LINE呢 都有新增一些些… 嗯…九位胡鑽的人物的一些小對白彩蛋 大家自己可以加入我的官方LINE去玩玩看 嗯…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